大学室友想分手的表现 你啥意思啊小哥 朋友圈那么重要吗 没有就没有吧 有啥可秀的呀 我最近要实习了 别人看着也不稳重 小哥你没事吧 没事 咋的了不想处了 朋友圈都可以删了 循序渐进慢慢说吧 你就直接告诉他呗 我不想处了 那可不行 很多男生接受不了女生说分手 那万一更闹心 凯克可掌握着你了 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前两天听说你爱吃榴莲 给你买了一个 啊谢谢啊 这是你对象啊 不打扰了啊 谢谢啊 这榴莲属挺贵的 你吃点啊 不了谢谢我自己也有 我还联合了拼头的果农 给粉丝补贴了1000颗精准榴莲 一块钱就能秒杀五斤 果肉真多真饱满的 吃起来软糕上前的 你想吃电话评论去 链接就能抢 链接再就有库存 你是不是生气了 小哥真是想分手了 这都不吃醋了 都不在乎来吃啥醋啊 爱情太复杂了 麻辣烫的钱我给你转过去了 咱俩挨一致 不用 咱俩出的线分都不开卡 我花钱就行 一码是一码分清点也好 小哥你啥意思 你是不是想分手了 大学情侣的吵架方式 这真烙子 宝宝你别生气啊 跑啥呀 你别跟我说话了 油里油路不翻别 吵架了 要不咱们上旁边吃剑 你们坐这吧 我咔咔我让不下去 宝宝你看这台小事至于吗 小事 我跟你们说 刚才俺俩打饭去 我走前面 我跟他唠嗑 我巴巴想可高兴了 我一回头 这大哥音乐没听 你低头玩手机呢 你正好赶上学生会工作群有个事 我回个消息 你必说的没用的了 就是出时间长了 你敷衍我 没有 我爱你爱得要命 以后你跟我说话我认真听 有啥事我体验给你报备 咱不生气了啊 你俩是吵架还是秀恩爱啊 多幸福啊 吵架还有人哄你呢 哎呀 想想我以前对象吵架都吵不起来 真闹点 你不是说晚上不出去了吗 我去之前不是问你了吗 你啥意思啊 有啥你就说 你看你啥也不说 梗子梗子的 说呀 啊 没事的 你看你又没事的 去之前我问的你你同意的 回来你又不高兴了 我去之前是不是问你了 我问你话呢 我是不是问你了 你说句话行吗 哎呀 跟你说得下真累 憋死我了 哎 咋的了 对象挺有意思 那也比我前男友强 我俩吵架 我说一句 他得对我三句 从来不让着我 哎呀 我真后悔跟你出来租房子住 你真忘了放卫生间呗 啥也不干 你有那磨叽的功夫 都收拾完了 你把碗刷了我擦地 你都指我啥时候了干嘛呢 不愿意干这片呢 还好我妈给我买这个 GME V12 Sleep 云朵吸尘器 不仅轻还是双滚刷 吸力大 前后都能吸 360多转着吸 死脚也不怕 好看功能也多 你看你干的不挺快的吗 那女的不就干家务活的吗 赵凯你说的啥话呀 我欠你的呀 我在家也是小公主 啥活不干 凭她伺候你呀 你别给我磨召 不爱带就走 自己住吧 跟你我真服了 大学闺蜜失恋时 小哥咋的没带钥匙啊 出来呀喝点 几点了 哎呀妈 都是快12点了 赶紧回来吧 姐们分手了 你来再整点 你在哪呢 放我位置 谢谢师傅啊 这儿呢 人家都睡着了 哎呀妈呀 说吧 咋的了 你先吃点 那个再来一堵了凉啤酒 哎我不喝 你这两天喝不凉的 那换常温的 哎 一半常温一半凉的吧 我对着喝 她提你提的呀 我提的 你提的你裤子啊 那我也难受 哎 不好意思啊 喝多了 干啥呀 我没喝多啊 你小点声 我求你了 旁边还有人呢 一杯啥呀 啤酒起几个 都起一个 哎不用不用起 你放着吧 我们自己起啊 你说她咋能那样的呢 我对她够好的了 她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了 都跟你说多少回了 分了得了 那人不行 你说我出这俩对象 也这么背呢 好人都给后面那招啥急呀 谁一辈子还不遇到俩坎啊 你那么好看 自信点 干一个 干 你说我能遇到更好的是吗 肯定能 你干啥呢 给谁发呢 啊 你俩是不是发急心呢 他先给我发的 哎呀我 我真是无语了 你让我出来干啥的了 没说啥 你看 你走一个来 哎呀那没人给你整自己喝吧 真来气 哎呀你干啥呀 你吃串啊 哎呀 把你那不值钱的书收一收吧 很明显嘛 他要来接我了 在路上了 他到了 我先走了 那个 回去慢点啊 哎 哎妹儿买一下单吧 他单还没买呢 退嗓啤酒来 你干啥呢 大半夜了 来小哥分手了 十二点多把我找人去说要喝点 两点多人俩很好了一起走了 我两点半自己打车回来呗 哎呀 屁 哈哈哈哈 大学室友半夜打游戏时 小哥哥你好坏呀 玩上戏呀 还有十五分钟熄灯了 好吧 陪你玩一块 赵丽阳 丽阳 啊 看一下 啊 没事 西东都不能玩的 哎 你咋干啥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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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拉个裙 哥哥救我 我听不过去 今天晚上不通关 我就玩一宿 啊 你们听见了吗 他说要玩一宿 白小脸差不多行了 都熄灯了 哥哥你等我啊 我去下面拿个耳机 他的手机那么亮 你俩能睡着吗 睡不着 看我的啊 配合 你们快开玩别干着了呀 白小脸你别玩了啊 都十一点多了 你要干啥呀 我不戴耳机了吗 你戴耳机手机那么亮 谁能睡着啊 睡不着你戴眼罩吧 搜着你家呀 那咋子搜着就你家了 你给他嘎嘎嘎嘎嘎 这窗一直响 我能睡着吗 你还夹着嗓子和别人说话 真挺吵的 你们是不是都故意针对我呀 不是不是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咱又说不言晚睡吗 正好明天周末了 你玩啥一会儿去呀 咱一起 累了累了吧 九二八小时啊 哎呀你快走 哎呀你太态了你呀 再来一起不服 你别说这一接一梯 替萌萌公园真挺好玩 小哥你跳一下呀 我联手了解多了 现在就这样吧 挺开心 哎哥哥 哦没睡呢 落一会儿啊 张立营 看手机 完了 这一月无眠 八卦是这样传开的 哎哎哎哎 等我一会儿 校长叫我说两句话 哎 校长为啥找他说话呀 那被不是有亲戚吧 要不刚入学新生 校长知道谁是谁呀 啊 你说得有道理 那肯定是亲戚啦 咱别问外传啊 不好 我嘴最严了 有两份蜜汁垃鸡排 小哥 咱们赵丽营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别告诉别人啊 咱大校长 是他老舅 啊 真的假的 你别瞎传 我亲眼看见他 昨天中午咱学校大门口 校长跟他聊半天呢 还给他拿了 五千块钱零花钱呢 啊 还给钱 我们学家有个叫赵丽营的 从小爸妈不管他 是他老舅把他带大的 你猜他老舅是谁 还能是你们校长啊 啊 这是我们校长 对他可好了 赵丽营要买车 校长给拿了五万块钱呢 拿五万块钱买车 哎 你别摇了 我听说你们学校赵丽营 才大一天天就开玩街上学了 校长是他老舅 那车里都是吃的 那薯片一大多一大多往家里买 你看见了 没有啊 我听说的 真事 听说你就别瞎传了 他没开玩街上学 校长也不是他老舅 那薯片是人家趁拼头都百亿补贴两周年 花一块钱就能秒到的十二包楼是薯片 还能一块钱秒到千元七元金 活动正式有效 所以他最近才这么多零花钱的 哪能抢着吧 直接点评论区链接就能抢 赵丽营真不是啊 你看 跟你说你不信 赵丽营老舅那事你们听说了吗 听说了 看老舅不是咱校长啊 哎 哎 营营也来吃麻辣烫啊 你老舅没带你 就吃点好吃的呀 我老舅 我老舅可穿阿山啊 你别穿阿山 你老舅不是咱校长吗 校长来了 校长来了 吃饭呢 营营多吃点啊 知道了 老舅 哈哈哈哈